今次的封眼,譬如炒銀行違約潮等等,就是債券違約,然後對手有風險,有些企業其實有些東西還不還錢那些 其實這個封眼,現在我們是不是先看歐洲?美國那邊,反而我們擔心多了,可以這樣說嗎? 歐洲主要就是封眼,我想美資就除非幾間,幾間而已,有幾間在俄市又開分行的 那些就更淡了,他開了分行,那個資產都被人凍結了 有間花字頭的,之前都公佈了 基本上去那間分行的東西都被人凍結了,但是歐資是嚴峻一點的 另外就是說,剛才你也提到俄羅斯的資產,基本上現在的資產都是六七成在美元、歐元都用不了 他也沒有其他的,歐元、美元之外,就只有人民幣,還有金 所以為什麼我說呢?就是說,無論是俄羅斯央行要套現去維護奴 他一定要沽人民幣,或者沽金,或者將金和人民幣 去Pledge 給人民銀行去拿一個所謂的 抵押這樣嗎? 是,拿抵押品去調期合約,拿一些美金的流動性 人民銀行都還有美金,人民銀行還有這麼多千億的外匯儲備 就是他可以用那些調期合約去拿一些美金的流動性 所以其他企業也是,其他企業可能沒有所交易系統 你也知道Visa、MASA都已經不讓他用了 外資銀行的戶口都凍結了 所以他迫著要在中國那裡開很多新的戶口 可能用聯通,或者用了中資銀行做他們的新的交易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地緣衝突,如果說得不好聽 其實變相中國是一個所謂的受益者 到了這個時刻是有受益者 為什麼呢?因為俄羅斯將來他的出口 他如果還想出口的話 他可以經過中國,可以做一個轉口港 就像以前中國經過香港做一個轉口港 但是變成俄羅斯,譬如俄羅斯要買他的農產品 他經過中國,你根本的農產品沒有什麼 你不可以說這是俄羅斯的農產品 你經過中國,中國幫你做一個轉口 中國買了你的俄羅斯 然後將他的農產品賣出去 所以中國又做了他的銀行 因為你沒有銀行幫你開戶口 他開銀聯 中國又做了你的銀行 又做了你的轉口貿易港 其實中國是賺了你之前的貿易 賺了你中間的手續費 可以這麼說 但是八卦一問 這次你俄羅斯現階段其實是需要美金 他跟中國交易很多人說其實是交雕勞報 對 四五成的勞報 他本身跟中國的貿易交易 直接可以用人民幣 直接用勞報都可以 但是譬如他還要用美金 他要用美金去捍衛他的勞報 或者他要用美金去解決他一些 美元的負債也好 他可以問人民幣 問人民銀行借 他剛才說拿一些人民幣的儲備 拿一些黃金儲備去做抵押 他就可以借一條所謂的交易線 或者借一些交易線 那不用怕了 普京都注定朋友去拿一條交易線 我猜來到負傑 感谢观看